全球化的趋势 但是没有产生预知相配合的一个全球性的走出国界超越民族国家的政治社会构造是不存在的 第二个它产生了一个后果就是它的积累跟它的再生产的场所之间脱节了 脱节之后产生出许多的后果 在这个发达国家由于去工业化的结果许多的这个工人失去了工作 所以社会不平等的程度越来越高 更不用说伴随着这个过程所产生的由于社会流动造成的各种各样的社会因素 生态的问题疫情的问题等等 但所有这些过程都并不等同于说这个世界就会完全走向封闭 疫情当然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 但是它是一个严重的提醒 因为它告诉我们某一种的状态不可持续 所以我们现在想到的总是回到正常状态 但是实际上那个正常我们过去所说的正常状态里面 潜藏了所有的危机的要素 所以不是要回到这个一般意义的正常 而是要讨论这个新的这个我们探索新的这个状况 我觉得过去几十年事实上有一些正面的发展 比如说经济的这个起飞 虽然也有发展主义带来的问题 但它总的来说促进了全球多极化的这个发展 可是全球体系当中缺少能够适应这些发展的新的全球框架 非洲或者是这些欠发达地区 他们的发展的问题必须寻找到新的这个出路 并且在全球安排当中寻找这个新的出路才有可能